所有的戀愛發生都是運線 千萬不要傻傻去看本命盤 用本命盤夫妻公討論感情的 那都是錯誤的觀念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什麼樣子的人 容易讓自己陷入這種曖昧的狀態 今天的主題叫自律 因為經典連真化錄 叫自律 連真心是一個約束的心耀 因為它連真化氣為球 是約束的心耀 連真化錄呢 表示它會希望 事情是可以 在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之下 去完成的 但是很多時候 感情並不是如此 感情往往需要勇氣 往往需要兩根針 有人用力跨出那一步 那實際上呢 很多人都在情感上面 會處於什麼呢 會處於曖昧的狀態 我偷偷的喜歡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歡我 可是我又不想打斷 我們這樣的關係 但實際上我也很喜歡你 所以我對你總是稍微好一點 我也會看得到 你好像對我也還不錯喔 這種彼此一來一往之間 那種曖昧的關係 它是在情感裡面 非常非常迷人的 只是呢 如果那個曖昧期拖的時間有點舊 譬如說半年一年 那它就不只是迷人 它就會折磨人形了 指揮初階班 正式開班了 我們是唯一有得到 勞動局人才培訓機構認證的教學機構 課程內容包含教學方式 都是非常嚴謹有結構的 從基礎的原理 帶你可以自己掌握指揮動作 我們有完整的一個助教團 陪著你一起辦讀 陪著你一起做作業 陪著你一起做筆記 在美國的學生呢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會配美國的助教給你 所有上課的課程內容呢 我們影片都會保留 你都可以做課後的夫妻 並且呢 我們會組建一個討論群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裡面 老師也會回應 我們有完整的教材 對於命理有興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 學會指揮動作 甚至你已經開業很久了 別的命理師 客人只要走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甚至連聖誠八字都不需要 這些高階的技巧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通通都有 即將開課了 讓大家來報名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什麼樣子的人啊 容易讓自己陷入這種曖昧的狀態 第一個呢 自尊心很強的 他很害怕自己 哎呦我如果告白了 或是我如果跟他講了什麼 或是我如果牽著他的手 會不會啪被打一巴掌 知屬性裡面 哪一類自尊心是很強的呢 紫威當然是 因為他根本就是自尊心的所在 對不對 所以紫威系的 再來是啊 太陽系的 他因為什麼事情要以他為規則嘛 那什麼事情都要以他為規則 好處就是當他有煞氣的時候 很有動力 那他就很決斷 我喜歡這個女人 手勇敢的就牽過去 可是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時候 太陽就會覺得說 哎那我牽下去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地位 反而不好 這個時候其實落線太陽就很好 因為落線的太陽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那麼在乎面子 沒有那麼在乎他自己的 在別人眼中的看法 還有一個就是啊 那個內心空虛寂寞 以及啊 自卑感很重的巨門心 我們跟大家講過 巨門之所以博學 就是他生怕自己啊 懂得太燒 然後沒有辦法啊 存活在這個世界上面 所以他會大量的蒐集 各種各種各種知識 那這個內心空洞的這個巨門呢 也會因為這樣害怕別人 是不是沒有那麼喜歡他 還是自己是不是只是單戀 所以呢 他很容易也是讓自己 維持在這個曖昧的狀況裡面 還有就是剛剛我們說講的那個 連真心 但連真心他必須得滑入 因為連真 他大概只有跟天府放在一起 會比較安穩一點 其他的心跟他放在一起 他都屬於魅力爆棚的狀態 那魅力爆棚的狀態的人呢 他當然很容易就跟人家 有很多很多這種情感上的往來 可是他自己又覺得 我這樣做會不會不太好 我這樣做會不會有危險 他很多很小心 所以他連真心的話 他只有滑入這一個 大概就是這幾組 還有什麼呢 還有天童戲 但天童跟巨門的 天童戲有沒有可能 天童戲當然也有可能 可是呢 他是因為啊 他個性使然 他覺得別人沒有表示 那他不要表示好了 天童戲也有可能 天童戲裡面的 天童巨門的那一柱 童工的那一柱呢 是最明確的 因為那一柱本來就喜歡 胡思亂想在情感上面 他是最明確的 可能會有人說 你說愛面子 譬如說七煞 七煞愛不愛面子 七煞是固執 他會遵循自己的想法 那個不太算是面子 所以七煞他當然也不會 破君就根本不要講了 對不對 他那麼也不要講了 你說太陰呢 太陰會不會 太陽如果會 太陰可能也會 跟天機放在一起的時候 跟太陽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會 因為他有時候要當太陽 那有時候天氣在畫季的時候 太陽在畫季的時候 他就會有很多很多的 自己的思慮跟想法 內心事啊 所以這些主心的組合 基本上在命功或者夫妻功 我們就很有可能讓我們自己啊 陷入那種搞曖昧 可是呢 我卻不敢表達的 當然這集我們講的是那個 搞曖昧但不敢表達的 但如果你想的曖昧啊 是那種啊 到處跟人家搞曖昧 身為一個暖男 但是呢 穩暖全公司 中央空調等級的暖的話 這不在這集的討論內 我們現在講的曖昧是說 我們彼此之間有一些感覺 可是我又不敢表達 那我偷偷喜歡 我好像也覺得你偷偷喜歡我 然後搞了很久之後 你會覺得啊 內心啊 有各種各種的心情壓制 跟情緒的不安 所以基本上啊 主心是這一組 在命功跟夫妻功裡面 那當然啊 所有的情感 我們跟大家講過 所有的情感命的東西啊 它都不是零跟一百分這樣的差距 它是從零慢慢慢慢慢慢的 加成一百分 所以主心如此 表示他有這樣的特質 但是呢 他是不是一定每次都這樣 或者是說呢 一定非常嚴重 非常受傷 那也不一定 要再補上什麼 要再補上 文曲心 要再補上陀螺心 它才會這麼的嚴重 想很多不知道該怎麼辦 文曲心呢 它會有各種各種的思慮 它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補上這些 那它就會變得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呢 你的本命如此 你很容易在情感上面 就會把自己陷入這樣的狀況 你的運線如此 那就會在這個運線裡面呢 你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或者是說呢 你在認識這個人的時候啊 你的這個夫妻功或命功 是這樣子組合的時候 你也容易讓自己陷入這樣的狀況 然後最後還有一項是什麼呢 就是啊 軟洗心是放在你的命功 不是放在夫妻功 軟洗心呢 放在命功叫做我想要談戀愛 放在夫妻功呢 觀眾功呢 叫做啊 我在情感上呢 有機會碰到想要談戀愛的人 當然我也想要談戀愛 但是我有機會碰到想要談戀愛的人 如果說 我的軟洗心呢 放在命功跟倩宜功上面 而夫妻功沒有的時候呢 那就是比較我個人的事情 當然 這個也是要在運線 所有的戀愛發生都是運線啊 千萬不要傻傻去看本命盤 用本命盤夫妻功啊 討論感情的啊 那都是錯誤的觀念 什麼本命夫妻功是你敵人老婆笑私人呢 對啊 那如果說我嫁八個老公的時候 那我要繞到哪個公位去呢 繞一圈回來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本命夫妻功只能叫做你的感情價值 但你實際上曖昧這件事情 那是一個現象 所以要看運線盤 所以我在運線中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如果說我在軟洗心在命功 而且呢我的命籤沒有桃花 夫官沒有桃花 那表示我的本身個性呢 就是沒有什麼 很容易吸引異性的地方 那我的感情態度呢 也剛好沒有什麼吸引異性的地方 可是我又想要談戀愛 這個時候是不是也容易陷入了 這一種曖昧 然後呢暗戀 然後我不敢表達的狀態裡面 所以以上的這些組合呢 都是啊 容易讓我們在搞曖昧啊 然後不知道跟著表達 然後彼此猜測一種狀況 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說了 愛情需要用氣 需要在命功跟夫妻功能夠會有 晴陽火星或者是靈星 不愧是陀螺喔 陀螺會在那邊繼續愁出喔 所以晴陽我決定愛你 我就要告訴你 火星那個都不用決定了 我愛你就直接點火了 靈星呢 至少他會知道說 我愛你啊 我喜歡你啊 那我試著想辦法打聽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喜歡我 那你會說啊老師 可是那個 我在運線上面有這個情況 可是我就是沒有煞星的時候 怎麼辦呢 去找自己不管是留月也好 或是留年也好 如果說你大線有這樣的情況 那要找留年 留年有這樣的情況 那要找留月 在那個月份或是那個年份裡面呢 你的命功或者是你的夫妻功 出現煞星的時候去標白 出現煞星的時候呢 去做決定 那就可以突破這樣的狀況 但是呢 以上的論點並不保證 你突破就會成功 因為畢竟我不知道你的盤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他的盤 但是呢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啊 愛情是需要勇氣的 鼓起你的勇氣 如果失敗了 至少他不會覺得說 明明他不喜歡你 你要一直要幫他送早餐 他可能困擾了 對不對 如果失敗了 失敗就趕快換下一個啊 就不要浪費時間在他身上 對不對 青春是美好的 光陰是短暖的 趕快尋找那個啊 可以跟你啊 談上一段美好戀情的人 愛情是需要勇氣的 有勇氣 我們就呢 不需要暗戀 不需要暧昧 謝謝大家